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九在佛法里面是列入重戒 虽然不是最重的 最重的戒 我们看比丘戒 比丘尼戒 四重戒 杀到阴望 可是除了四重戒之后 最重的呢 那就是九楼 只有五戒 莫合有九戒 世尊为什么把这个看得这么重 实在讲呢 佛家的戒律 杀到阴望是性罪 本身就有罪 不管你受不受戒 你犯了本身就有罪 可是九呢 如果你不受这条戒 没有罪 所以九是属于这罪 跟这个前面四条不一样 世尊把这个看得这么重 就是 反而是犯四重罪的 大概是心犯九戒 酒能乱性呢 好饮酒的人 酒醉了 是这个智慧不能做主了 才会干这个杀到阴望 因此 佛家戒酒啊 就是防范的 不要缺犯 杀到阴望啊 这种重罪 是这么一个语音 我们要懂得 清净彼秋 敌酒不战 可是在戒律里面 酒的开源也最大 最广 所以世尊呢 教人修学 或勤 或礼 或法 不是不同人情的 许多药里面 需要用酒来调药的 这个部分 这个药酒 那么在菜油里面呢 配菜 作为作料的 这个部分 叫料酒 总而言之 你要想想 它不会让你醉的 不会让你迷惑的 那么还有 身体虚弱 血液循环不好 尤其是老年人 70岁以上的 年岁大的 出家人都包括在内 身体不好 血液循环不好 这世尊有开源 你可以喝一杯酒 帮助你血液循环 所以70岁以上 可以穿皮衣服 皮毛衣服 如果70岁以上 这个身体很好 很强壮 那就不需要了 所以这个一切 都要斟酌自己的情况 来做决定 不是说 到70岁就可以了 那就错误了 像许哲 101岁都不可以 他身体好吗 他不是不可以吗 那么甚至也有 五六十岁的身体 很不好 他也可以用 所以这是活的 不是死 每一条戒律 都有开支吃饭 一定要懂啊 懂得佛为什么制定这条戒 他的作用 究竟在哪里 我们修学利益何在 如果犯戒 我们自己的损失在什么地方 不要说过失 损失 我们有哪些损失 一定要懂得 然后才知道啊 佛 智戒 这个 这个心呢 是真摄慈悲 真实的智慧 真实的智慧 没有一样啊 不是帮助我们 成就我们 佛 注重我们 这个身心的健康 帮助我们呢 断烦恼 开支会 成就道业 照顾的 可以说是 无为不至 这个我们要懂得 懂得 你才会生 恭敬心 才会生 感恩之心 遵守 佛的交接 所以这个饮酒 要变成嗜好了 嗜酒如命的 这个人不能修行 不但 出世法不能成就 世间法也不能成就 这个是我们要懂得的 要了解他的深意 再看下面呢 105节 有三句 过肉纷争 男不忠凉 女不柔顺 这个一段 是 伦理的 问题 国家社会的基础 是家庭 这个道理 现在人知道的少了 我们家不好 不要以为 这是我们家的自己事情 与你们不相干 那你的想法看法完全错了 家不和 社会就不安定 世界和平就没有了 所以家了 是社会 是国家 是世界的根本 现在人对这个家的观念 完全破灭了 我们看中国的古礼 你去看看婚礼 男女结婚的婚礼 为什么那么样的隆重 那么样的繁琐 古人为什么这么做法 古人 古人 晓得 这是社会 安定 世界的 和平 理俗 不可以不隆重 不可以不谨慎 所以在古代 诸位 都多历史 就是看看古人的笔记 小说之类的 古代 古代 立婚 很少听到 我们小时候住在农村里面 七十年前那个社会 还没听说有离婚的 离婚造成什么现象 世界大乱 你要不要被这个因果 你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两个人离婚 如果你还留下有儿女 这个儿女就变成了单亲的家庭 或者得不到父爱 或者得不到母爱 他这个性情就产生变化 悲乱的这个因素从这种下去 哪一个人会想到后果就这么严重 佛菩萨知道 圣人知道 甚至明白人 对宇宙人生 离似因果 透彻明了的人知道 所谓是动一发 而牵连到全身 家庭 家庭好像是我们身体 一个细胞 这个细胞坏了 会影响到全身 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 不是你一家人的事情 故人看得这么浓重 故人看得这么浓重 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 是一个关系 整体的关系 这些人的关系 这些人的关系 虽然科学技术发达 我们在物质受用上带来一些方便 可是所蒙受的损失有多大 无法想象 人普遍不懂得做人 真真是 我如果说是忘恩负义 那是恭维他 为什么呢 他还知道有恩有义 现在人忘恩负义四个字谈不上了 他不晓得什么是恩 不知道是什么义 没有恩义了 还谈什么忘恩负义 我们不信了 生在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是大乱的时代 将来后世人写历史 这是黑暗时代 自古以来没有像现在这种状况 什么叫黑暗呢 没有教训 人们没智慧 这就黑暗了 于是 光明是人有智慧 人懂事 人明理 这一节 这祝节开头啊 举了一个公案 好 这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 唐朝张公义 九世同志 只一个人字 人为大德了 金刚薄弱经上 佛给我们讲 一切法德成于人 人是大德 所有德行里头 他自敌了 能成一切善法 能知一切善法 这是把他指住 佛法 佛教菩萨 六波罗秘密 忍是核心 如果没有忍辱 你的金金禅定 薄弱通通没有了 你看看 金金禅定 薄弱 是从忍辱 波罗秘密 里面生的 你能不失 你能持戒 你不能忍辱 你所修的 是三界游漏 是三界游漏的福报 由此可知 忍辱重要 这一部金干经 佛教菩萨 六波罗秘密 不是忍辱 说的最多 我们要懂得 佛说法的义曲 不但是 骨肉 这是父子兄弟之间 世出世间的圣人 教导我们 父慈子孝 雄游地宫 扩展到 亲戚朋友 绝不能赠 真是罪业 尊 现在这个社会 不讲忍让 这个小孩从小 就叫他要进阵 你这还得了吗 所以现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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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 跟父母 争 兄弟 争 就更不必说了 在学校念书 跟老师 争 将来 长大到社会上的时候 他只有一个观念 竞争 人 人人都在争 世界末日来了 孟子所谓的 上下交真理 而过为 这个顾美 就没有办法了 今天是全世界竞争 没有一个人不争 佛法是讲因果 我们今天世界上人种的是什么因 我们看他 他想的是什么 他说的是什么 他做的是什么 这是因 从他的心形 我们就知道 会有什么样的果报 众善因 一定得善苦 善里面 第一大善 忍让 我里面 第一大窝 是竞争 局势之人 都在讲竞争 想竞争 不择手段去竞争 这个世界还会有前途 竞争到最后 同归于晕 这就是世界末日 所以 有人说 第三次世界大战 是地球上最后一次战争 叫做终结战争 这个战争打了之后 再不会有战争 为什么呢 人都死光了 还有什么战争 你看看 你看看法国的预言家 诺斯多玛 他所讲的 这个战争之后 地球上大概剩下来的人数 他是含糊笼统说 没有说个清楚的 大起之数 有些人认为 可能只剩下七千万人 顶多呢 只剩下七亿人 这最大的了 也可能说的是七千万人 也可能说的是七百万人 我们要求我 我们要求我 我们要好好地学习 不违背古圣仙仙的教会 什么是中 什么是量 什么是柔 什么是顺 你能够依教奉行 对你确定要主 纵然灾难来了 我们有好地方去 决定不会贪身怕死 知道自己有非常好的地方去 佛菩萨不骗我们 太上老君也不骗我们 我们依教奉行 决定得利 这个一段的意思 还没有能讲尽 明天我们接着再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